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訓練 你見到後面其實我們有一個鏡頭 其實我們現在正在拍攝我們的訓練 同步在線上線下 四個Hello先Hello 大家吃個飯了應該是不是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Ruby 姓密的 阿里巴巴的資深客戶經理 這些照片裡面都是我的客戶 我們都會定期 阿里巴巴我們都會在疫情前 其實都很多時候我們在這裡 就有實體的教訓 通常就錯誤了 現在我們都分回線上和線下 這次是我們復辦這個 線下教訓開始 我第一次做教訓 因為我在阿里巴巴都八年的時間 有機會再跟大家拍下卡片 再認識一下好不好? 今天我們的訓練 分開三個部分 如果大家有問題 可以留待我們Q&A 項目去問 第一部分我會說 在阿里巴巴.com 裡面 全球買家的採購趨勢分析 第二就是請了我剛才在這張照片裡 就是我的客戶 就是我的客戶 Patrick 坐在那裡 就會分享一下他 如何在阿里巴巴裡面 成功拿到訂單等等的分享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Q&A 淘寶 淘寶 我們有禮物 剛剛誰回答了問題 我們送了禮物給你 舉手就有了 我們要幾份 還有這位先生也有回答的 對 對 不是 螞蟻也是一部分 對 對 禮物小姐出現 線上的朋友 如果想想 是沒有禮物給你們 不好意思 對 下次我們線下 我們過來 seminar 然後 我們阿里巴巴.com 這邊 你拿到一個包裝 其實你來得 我們是一個國際站 是屬於B2B為主 所以 你見到我們一個簡單的介紹 一個圖 就是 有16種語言 然後裡面有1.5億的註冊會員 其實我們是阿里巴巴集團裡 第一個成立的一個平台 對 之後才有淘寶 然後 AliExpress等等 簡單介紹一些數據 希望我給我多一點時間 Patrick去分享 好嗎 這兩年 其實我們的活躍買家 是越來越多的 還有 成交的買家 就是在阿里巴巴裡面 是透過阿里巴巴去付錢 因為我們有一個支付的工具 可以透過阿里巴巴去付費 你們可以在阿里巴巴收錢 這樣 這樣 這個 成交的買家 都越來越多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他直接在阿里巴巴裡付錢 這樣 裡面 又包括了幾個 我們叫做 Category 有消費電子 服裝 運動娛樂 這些 我們叫做很大的Category 類目 在阿里巴巴的 這裡 就是一些國家的分佈 就是 我提示了幾個 比較多的市場需求的國家 包括 美國 是我們 阿里巴巴 我們國際站 是比較多買家的一個國家 然後 亞洲 中美洲 其實是那個採購的需求 一直在增長著 這樣 大家都可以留意 除了美國之外 英國 現在很流行的 菲律賓等等這些國家 巴西 其實都是一些 很需求 可能電子 家居圓藝 甚至乎是服裝的一些國家 下一個圖 你會了解得更多 在這裡 其實大家 我看到有人 想可能拍一下 一些PowerPoint 其實不用 可以問客戶經理 拿整個PowerPoint OK 如果大家 如果有些數據 我不會 逐個逐個跟大家 你可以拿去研究 你可以拿去研究 這樣 我們 譬如 這裡 我們在說 一個行業的發展 某一些行業 譬如我們在說 家具 玩具 以及 鞋子 等等的配件 這些 是增長 高速需求的一些國家 採購週期 是比較短 什麼意思呢 他在阿里巴巴 看了採購 15天 他就下單 然後 這些規模 就是服裝 電子 消費電子 在這個疫情 我們看到 這個 本身 我們整個平台 很多都是消費電子 很大的 很多的供應商 很多的買家的需求 但是這裡 是服裝的行業 根據我們數據 無論是GMV 和整個買家的體量 和消費電子是持平的 對 他的需求 是很大的 然後 中間 這一個 就是 運動 娛樂 家居圓藝 等等 這些成交的金額 也是多了 這些都是我們一些 我們叫YOY增長 比較多的一些產品 我們先看 其實打直 你看到這些 橙色的 橙色的字 就是一些 我們叫做大的 Category 在阿里巴巴 那裡面 如果你們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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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 你可以特別留意 其實是 說的是 比如說 消費電子 裡面的 手機配件 是我們的 第一 然後 電腦 軟件 然後 然後 這樣 這樣 打算 就是裡面的產品 第二的類目 藍妝 嬰兒服裝 等等 這些是讓你們去參考的 而阿里巴巴裡面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我們的買家 其實有什麼類型 一會兒 大家可以了解更多 我初步給這個圖 裡面分為有幾種不同類型的買家 第一 買家 本身是一些貿易商 採購中心 然後 有些是批發商 要一些成品 訂製商品 然後 是一些工廠生產型的採購商 一些線上線下的零售商 包括 這個部分 就是Amazon 或者 自己有自己的網站 有自己建構自己的網站 他需要採購 他就上來阿里巴巴做梳繩 外國的模式就是這樣 他們是要找產品的 他們是要買東西的 他們是要買一些貨品 在哪裡可以找到貨源呢 就是阿里巴巴.com 然後 一些企業自用型的採購 下一頁 會比較清晰一點 就是我們阿里巴巴裡面 分了兩種模式 因應這麼多種不同的買家的分布 我們分了兩種模式的銷售 一個就是訂製市場 在阿里巴巴裡面我們叫做Customization 簡單來說 它是要求訂製的 要求做貨的 可能是一些 就是這類型的買家 是要求大單的 周期比較長 找長期合作的供應商 還有一些 可能是Walmart Mazis 或者本身一些 一些TV Shopping 平台 他們要採購用的買家 他們就很適合 在這個訂製市場 去找供應商 第二 為了 我們有這兩型的買家 我們現在有一個叫RTS的市場 就是一些跨境小壓的批發 稍後會多說一些 就是要求 他們在一些小型的批發 想要找梳繩 很想要有現貨 或者你是能夠做到輕訂製 一些本身是B2C的平台的銷售 他們是要找貨員 他們就在阿里巴巴那裡找 甚至他是一些設計師 他是創業的 他們需要找貨員 他們需要找一些可能甚至是品牌 他們也會在這裡做一個RTS的訂單 我剛才說到什麼叫RTS 我可以給你看看 這裡就是我剛才說過 Customization的產品 Ready to ship的產品 這裡會有一點點的解釋 我剛才說到OEM裡面的訂製市場 他們就會去找Customize的產品 如果他想找RTS 就是本身是一些批發商 零售商 總之快速零急發貨 都可以很快地拿到你的貨去買 一些包裝 或者是找一些很少的 可能你弄一些logo 貼牌 這個叫RTS 讓大家看看 在Ready to ship裡面 其實現在部分的行業 我簡介一下 大約四個行業 已經超過了80%的買家 都是Ready to ship 就是一些珠寶 眼鏡手錶 鞋子 配件 服裝 消費電子 越來越多人 在做Ready to ship 有些買家 例如美國 Ready to ship 是很受歡迎的 大部分的買家 都會選擇RTS 然後Apparel 剛才說到 Consumer Electronics Beauty and Personal Care 這些都會在我們RTS 中的Top 10學業 這些可以參考一下 這些就是我們 根據我們的數據 分析到 就是這一類型 這些產品 例如消費電子 是耳塞 耳機 比較熱的產品 在行業裡 比較熱的產品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有問題 一會兒再問一下 那怎樣可以加入阿里巴巴.com做生意呢 有些步驟給大家 首先在阿里巴巴 其實你需要開一個網店 阿里巴巴.com 你會有一個網站 我們分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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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同一個 屬於你自己的一個 獨立 可以把你的產品 公司資料 放上來 我們會有16種語言的翻譯 現在我給你一點數據 現在大約六四比例 六成的買家會看desktop版 四成的買家會看mobile版 第二步 如果你開一個網店 除了你去decorate 放你的公司資料 最重要是放上你的產品 如果我剛才提到 RTS 類似B2C的做法 你可以設定一個 總之你15天內有現貨 或者15天內 你可以出貨的一些產品 你可以設定 ready to ship 會在一些規格化的商品 即是它在這裏 你設定了一些產品的價錢 然後你的資料 顏色 什麼大小 然後它已經是這張 我們叫單 簡單一點 你已經寫了物流的價錢 然後它可以已經是start order 然後給錢 你收到這張訂單 15天內出貨 這張訂單就可以了 如果呢 剛才提到我 提到customization方面 可能你們 有沒有在做OEM的朋友 或者是在做廠的朋友 我知道了 我邀請的客戶是做OEM 做廠 可能會偏向我剛才提到的customization 不是start order 就可能跟你contact supplier跟你談 甚至是call你去跟你談 談談這張單 談談這個 怎樣去合作 我們其實呢 剛才提到 會可以去一個物流 其實我們阿里巴巴是有物流的配套 可以在後台那裡 如果你是ready to ship 或者是customization也好 你在後台那裡可以檢查到 我們有些物流供應商 我們叫做我們的partner 你看到這裡有UPS 我們有back desk等等 甚至有些船運 空運 綠車 火車等等 這些物流的價錢 你檢查一下 打個CBM 打個weight 打個 我們叫做倉到門 你想 還是門到門 這樣 你都會檢查到 我們的partner的價錢 是多少 你就可以選擇 究竟用不用 我們的物流 如果customization 你可以選擇 用你們自己的物流 還是用我們物流 也可以 ready to ship 都是一樣的情況 ready to ship 必須在你做這個產品 進入這個產品的時候 已經有這個 我們叫做物流模板 就是設定了價錢 所以為什麼會計算到 那個total 馬上就會計算到 剛剛提到 可以經過阿里巴巴付錢的 買家 就是一個交易的管道 我們叫Trade Assurance 其實買家可以透過以下這六種模式 去付費給阿里巴巴 很多時候外國很喜歡用 Slock Card 又或者TT 這些都是比較常用 甚至是PayPal 這樣去做 那這個命令的整個程序 通常是這樣的 而阿里巴巴如果RTS ready to ship 就必須會經過這個模式 大約是這樣的模式去付費 然後出貨等等 然後買家去上傳單據 收款等等 這些 這些稍後再了解清楚 多些 如果是Customization那種 那種訂單 你就可以是 可以經這個渠道收錢 由得 善下你們自己去 跟買家交易到底 如果真的經我們去收 有個訂單去申請 然後那些資金 亦都可以經過我們去提現 現在有沒有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我現在的買家 給了錢阿里巴巴了 那我收出來的錢是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這個question 我現在解答你們 讓人的額頭 我們最後 你總之 你在這個資金帳戶裡 就是利用一個美金戶口就可以了 是直接入 將那筆錢 你按鈕 你自己公司的美金戶口 另外呢 到最後 其實我們通常 我們做到的訂單也好 總之整個平台也好 你也可以看看你自己各自的數據 是怎樣的 是的 我們有一個數據管家 你們可以隨時 入到你後台那裏 去看你自己的performance 在你的平台裏面 的click的次數 view的次數 甚至你自己訂單 甚至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國家的買家 看過你的產品 是的 那你也可以看到的 那些的訪問人數 甚至於enquiry的次數 是哪些最多的 top的範圍 那你也可以看到 你同行裡面 top ten 做成是怎樣的 and then 你也可以看 平均 大家拉一個平均 整個行業 那條線是去到多少 這樣 那這個是給你去做分析 去用的 那可能一會兒Patrick 可能會說多些這些數據 那我一會兒交給他 這些時間 那針對一些新 如果你們真的 覺得interest 你是想加入阿里巴巴 去做我們的supplier 可以怎樣做呢 那你可以聯絡你的 下戶經理 還有呢 其實 加入完阿里巴巴之後 大家可以定期 去上我們的不同的訓練 去上我們的不同的訓練 那我們 如果 你也是一個新的商家 在阿里巴巴 那我們有一對一的訓練 甚至乎是 一些 我們會由錢入心 去教你怎樣 如何去在阿里巴巴 經營一個商店 一個旗艦店 那這些呢 Patrick 就很好 其實 其實 由他一開始 已經是 上了這些課程 到今天 所以 他一會兒分享 就是 他如何在這裡學了 如何去接訂單 他就接到一些的訂單 那 最後 買一賣廣告 OK 其實這裡 我們阿里巴巴 都是一個 在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裡面的一個on list 一個機構 一間公司 其實 一間公司 有80萬 可以申請補貼 這個叫中小企市場推廣基金 簡稱EMF 或者 我們很多時候叫SME Funding 這樣 就有80萬 那 如果你們是 比如說 參加阿里巴巴 這類型的出口推廣的服務 或者第二星期 展覽會 那些 你都可以 看看Tommy 申請到這個基金 這樣 就有一個subsidy 可以獲得 那我的分享 就差不多了 那現在 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 我們留待Q&A session 去再問 那現在我把時間 交給我們的Patrick 那 OK 可以給你一點掌聲嗎 大家好 我是Patrick 我是來自寶迪安興盛實耀有限公司的 其實我們是一間ODM的廠 那 先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公司 就是由1979年成立的 我們是香港第一間 有自己品牌的公司 來做保安產品的 一向都是用自己品牌來做出產的 那其實這間公司 本身就是叫做Advanced Electronic Industry 那在2000年的時候 就開了一間叫做Protein On System 2008年 兩間公司合併了之後 就成為了AEI Protein On System 一直都是生產一些保安產品 例如是防弩系統 啊 密碼鍵盤啊 等等 那其實我們公司 是全港第一間生產防弩系統的公司 也是全港第一間生產keypad 密碼鍵盤的公司 那在1986年 我們的產品其實是得到貿易發展局 就推介給英雷王 當時有英雷王訪港的時候看的 那也是香港第一間生產紅外線探測器的公司 那因為需求的問題 在1991年的時候 我們是將一間廠搬到國內 那在1996年的時候 我們有爭執一些寵物的產品 例如是叫狗狗不要吠 或者是叫貓不要到處跳 這樣的產品 那到了2009年 因為產品類型的需要 我們開始是做一些金屬類型的產品 而這些產品是防水 vendory system 全部模具都是自己做的 那到了2019年 我們是全港第一家生產WiFi密碼鍵盤的公司 那為什麼會參加電商呢 其實我們公司一向呢 都有參加一些online的promotion 但其實一直成效都不是太大的 那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2019年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其實疫情到現在也是 大家都參加不到展覽會 飛不到出去 見不到客人 客人也來不到 那其實很多客人 他也會用網上的方法來購物 那再加上工作也漸漸流行 例如今天 就算有些朋友仔 可能都在online那裡看 未必來到實看 如果有一個online的platform 就可以令到客人 可以在網上看到我們的產品 這樣 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 跟之前的電商呢 就是有一點關係的 因為那個電商 它本身的流量就不是很多 我要找客戶經理 他的backup 都不是非常多的 而且有時候問他有些問題 有些什麼新的東西呢 其實他也回答不了我 總之我比他更清晰 一直都覺得好像在浪費錢 他有沒有什麼活動 例如阿里巴巴今天會搞這些活動 或者他將來會有些採購節 不同的活動舉辦 他也是可以增加我們的曝光率的 在機緣巧合就認識了Ruby Ruby上來講 就跟我們解釋一下 現在的阿里巴巴跟以前有什麼不同 電商可以怎麼玩 有時候在上網 或者是朋友的口中也知道 原來現在電商是可以這樣做的 可以在網上直接賣貨 跟客人聊天 或者是反過來 你是用 找客人找什麼產品的方式 來跟客人聯絡 那我參加之前 我也要知道我們自己有什麼缺點 其實我們一向也不夠主動 大部分都是用實體的展覽會 或者是由客人來到香港 或者我們自己飛去外地 來做一個這樣的展覽會 我們自己不夠系統 沒有電子的記錄 可能客人留一張卡片 沒有follow up 曝光率不夠 有時候新產品出了之後 我最多只可以聯絡自己的客戶 我有什麼新產品可以推介給別人 另外就是 最主要是沒有數據 我不知道自己的產品 其實在哪個國家會比較高 這些數據我是在舊有的電商我得不到的 那麼 來到阿里巴巴這裡 要上課的 一共其實是有六課 由新生入學 一直到數據分析 阿里巴巴就會教你如何認識自己的產品 你自己的產品 關鍵詞是什麼 要怎麼 upload 產品 例如 ready to ship 或者 customization 第二課就會教你如何用廚窗 如何用RFQ 如何向客人報價 這些東西 到了第三課 就會教你如何整理物流 或者是線上有訂單的時候 我要怎麼處理 然後去到上年11月的時候 就有學這些如何用外貿直通車 增加自己的曝光率 要怎麼設定自己的關鍵詞 然後去到12月的時候 就有教你如何用RFQ RFQ是request for quotation 有些客人可能他有些產品 upload 了 他會反過來問你 你有沒有這樣的產品 你是可以報價的 那麼去到12月呢 因為其實 run 了大概三個月 開始有一點數據 就可以對自己的數據作出分析 如何調整關鍵詞 令到自己的曝光率一直上升 上完行之後 其實也有一點感想 首先我會知道 其實電商的玩法和以前是不同的 我會知道客人是會用什麼關鍵詞來找我的產品 客人是來自哪個地方 也可以有不同的平台交易方式 可以令到自己和客戶的溝通上面 是比較方便的 其實你包包他自己有一個APP的 APP 你只要登入了 就等於你在電話隨時都可以回覆客人 那麼也是 怎樣用數據 更新自己的店舖 或者是定向推廣 將自己的產品 例如可能我是做歐美客的 我只是想做歐美客 那麼你是可以設定 那個百分比我去歐美地方 是要高比例一些的 是可以設定的 那麼其實阿里巴巴的電商有什麼優勢呢? 它有不同的方式來宣傳 參加了之後 其實它一定有自己的專業 我稍後面會展示一些例子給大家看 它會有自己的專業 你的產品可以上載上去 另外request for quotation 採購直達 反過來找客人 有一個叫TrueView視頻 這個我覺得是挺有效的 另外它有不同的活動 例如接下來九月有一個叫採購節 那麼它是可以 使你的產品增加你的曝光率 那麼這個是我們公司的專業 我們最主要都是買這些 密碼鍵盤 keypad 那麼這個專業呢 其實是會有一些團隊會幫我們做的 它做完之後呢 你可以跟那個團隊說 因為我大概想要什麼樣什麼樣 有什麼產品 你是想放在最前面的 或者是你的home page 有什麼商店介紹的 你是可以跟客人 跟那個幫你做網站的人說 他就會跟你做得漂亮的 然後呢 其實就要自己努力更新了 不斷更新產品 才會有那個曝光率出現 那麼採購直達呢 其實每一天阿里巴巴都會推薦一些客戶 例如我是做保安產品行業 那麼它會推薦 這個是想要 GSM的Alarm System 或者是 它是想要一個Wi-Fi的開關鍵 這些東西 那麼這些 它每一個 每一天 不是每一個月 其實因為很多客戶 它來自不同的國家 它都會將這些 那些客戶自己想找的產品 就推上去 那麼你可以自己 在路貨那裡 加一些關鍵詞 例如我打 access control keypad 那麼它就會找到一堆 你可以看回那個時間 它那個發佈時間 是早還是遲 根據你自己想要的國家 來為這個客人報價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挺有效的 因為 回到來的回覆率是挺高的 這個呢 就等於是你主動去找客人 而不是客人 打access control keypad 找到 找到你這個page 然後再問 其實就有一股 但是如果ready to ship 就是 你可以跟客人說 我找到什麼什麼 我覺得這件產品適合你 我是反過來銷售我的產品給客人 另外呢 這個就是trueview視頻 那麼在trueview視頻裡面呢 其實他也是會不斷推薦 例如客人可能是打keypad alarm system 他會不斷推薦 相關的影片來給客人看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客人 就算看到產品的圖片 他也不明白那件事情是為什麼的 那麼trueview視頻其實是一個 三十幾秒的video而已 那麼這個video呢 你只要打一些關鍵詞 例如我是做Wi-Fi keypad的 那麼這裡打Wi-Fi access control keypad 在title上 那麼客人 例如打assess control keypad 那麼你的影片就會彈出來的 那麼客人可以看到你的實物是什麼樣子 有什麼功能 或者是你不一定是擺自己的產品的 可能是一個應用的場景 例如可能我可以拍一些 我走去的門開門 那些這樣的場景 讓客人更加明白到你的產品 在他那裡是怎麼用的 那麼trueview的視頻呢 好像是一個比較新的東西 那麼它就可以放進你的產品裡 有一個video 另外它也是另外有一個page 專門給你來search這個video 那麼另外呢 就有些採購節 例如9月份有個採購節 那就可以去參加 那麼阿里巴巴就會根據不同客戶的升評級 它就會是做一個不同的曝光率的 那麼你參加了在那個月 可能有很多客人 他就會得到一些優惠或者是那些東西 他就可以 你的產品會增加了這個曝光率 而從而達到一個交易這樣 那麼來到這裡 我想講一下數據的重要性 因為我們公司 一向做廠都是沒有什麼數據 可以拿到手的 所有東西都是沒有data來分析 而在電腦分析的 其實阿里巴巴它進去 除了Ruby剛剛有講的那張圖 其實你是可以看到不同的數據 例如是曝光次數 客店鋪的訪問人數 宣盤人數 其實它是會弄出一個表出來 跟你說你跟上一個月是怎麼做的 你跟前幾個月比較是怎麼樣的 它會有一個數據出現出來的 那麼這個數據呢 你可以知道我要怎麼調那個關鍵詞 或者我要怎麼去做我的request for quotation 這個東西 來找到相關的客戶 而增加自己的曝光率 而這個曝光率越高 其實你每一次客人搜尋你的產品的時候 它就會排得很前 就會很容易看到你的產品 那麼另外呢 它數據方面呢 還可以看到不同客戶 進入你的page 是看哪一件產品 看了多少秒 用哪個關鍵詞來search你 來自哪個國家 那麼它這裡呢 有時候呢 它會寫出被人搶了 或者是營銷 它有時候會有些推薦的 就是阿里巴巴指的系統呢 都會有些推薦給你的 它會覺得這個客戶 可能看了你的page 達到一個秒數 或者是它覺得這些產品 去search 的時候 都是很適合你的 那麼它呢 就會推薦叫你 好像RTS那樣 你來報價給它 讓你 讓客人知道你的產品 其實看完 可能它不問 但是你可以回覆它 我會說其實我看到你看的 你可以知道我公司 大概有什麼產品 什麼價錢 可以給一個大概的想法給客人 那麼這個是一個True View的視頻 因為我的True View 就不是做了很久 我是近這個月才開始做的 因為它要拍一些 一分鐘之內的視頻 30秒至一分鐘之內的視頻 那麼這個視頻呢 它放上去 就會加上你自己的關鍵詞 就會得到不同的曝光率的 那麼 那麼 越拍得多的視頻 其實就會 視頻率會一直上升 因為它是根據你的發布數量來 決定你的曝光率的 那麼 自己要勤力一點 一邊拍一邊拍一邊拍 越拍得多 那麼它就會一直 那個曝光率 就會一直拍在前面 那麼 那麼有時候 阿里巴巴它自己True View那裡 都會有不同的主題來讓你拍的 例如說 這個禮拜可能是關於電子產品的 或者這個禮拜是關於開箱的 這個禮拜是關於應用場景的 那麼你就要根據它的主題來拍 而找回那個主題進去之後呢 它就會 可能客戶會直接按回Tag 那麼就會看到 你今次這個產品的主題是應用場景的 那麼它就會根據客人找的時候 就會找回應用場景給客人看 那麼我的工作呢 其實每一天都是回去要 一定有些尋找的 未必會說超級多 但是進來的那些 都是會有回覆的 因為 它會知道 例如是 客人什麼時候問 來自哪個國家 那麼它會有不同的狀態 Status 你忘記了回 它這裡是會不共識的 你會知道自己忘記了回的 那麼我都希望如果真的參加了 就盡量在電話上安裝一個APP 那就可以等到客人 得到回覆快一點點 因為那個 回覆時間 都是跟那個曝光是有關係的 如果你回覆時間長 它會曝光得多一點 因為它會覺得你是一個活躍的用戶 而這個活躍的用戶 客人找它是立刻有回覆的 所以呢 所以我每一天回到公司 就是要看看有沒有研究 另外就是RFQ 這個是RFQ的熱面 每一天 這些是我自己當時設的關鍵詞 它會記住在裡面的 例如我有 可以看到Keypad PR sensor 這些 我加了下去 它就會有些recommendation 給你的 你每一次就很簡單 又不用重新打 按這個按搜尋 就會找到你相關的產品 另外就是關鍵詞 這個關鍵詞 引流關鍵詞 就可以看到 你本身自己設定的關鍵詞 其實曝光率是多少 點擊量是多少 你會知道自己哪些詞是比較熱的 你可以將這些詞 加進你 更新你原來的產品 就會變成你本身 可能那件產品沒有這些關鍵詞 或者是 因為更新完之後 都會得到相關的曝光率 因為最主要一定要曝光 其實 客人看到才有機會下單 那麼 這個是我自己拍產品的小 booth 我在公司自己一個 corner 弄了 就是專門給我自己拍那些 true view 視頻 可能教客人 怎麼用我自己的產品 會有什麼功能 或者是 有些應用場景 可以示範給客人看 令客人更加明白我的產品是怎麼樣 那麼其實未來呢 我希望可以做直播 因為暫時我是沒有做直播的 那麼其實直播 我有大概看過頁面是怎麼樣的 其實要自己準備一些東西的 例如是 準備回自己公司的宣傳短片 你自己的產品應用場景 那麼其實它是一個好像手機類型的頁面 那麼你自己點進一些東西上去 那麼到時候直播 它可以一直播公司的宣傳片 另外也可以 一路接收 別人如果 click 了進來直播 是會知道 你可以看到 立刻介紹自己的產品是怎麼樣 那麼現在的團隊 其實我只有兩個人 加了一個 上一次的分享 就是一個 那麼現在有兩個人 一個就是我 另外請了一個小姐 就是專門做 這個 相片的剪接的 那麼另外的工作量就可以輕鬆一點 因為一個人 run 其實是有一點難度的 如果是多個人幫忙 他可以負責和你 edit 相片 做一些片 那麼你 upload 的時候 你就會方便一些 而你越多產品 upload 其實是可以增加曝光率的 就算你同一件產品 都可以 upload 幾次的 因為可能有不同的關鍵詞在這裡 都是適合那件產品的 而客人找到那件產品的時候 就是會找到你的那件產品 關鍵詞是128個字 128個字沒有 你不會夠的 你的產品有不同的方式 可以演繹你的那件產品 例如香港 我們叫Keypad 去到外國叫Codepad 那就不同字了 你明白嗎? 就是那個搜尋方法就不同了 但是你可能你的產品有些特別 例如可能是 有鑽籃功能的 你又加進去 加一下你就會發覺 128個字是不夠的 你要 upload 多件產品 來覆蓋你的那些關鍵詞 嗯 那麼現在的客戶呢 其實主要都是歐美 那麼其實有一個很龐大的市場呢 就是亞洲 東南亞 因為東南亞其實對於保安產品 尤其是Alarm方面呢 是需求超級大的 那麼 我希望阿里巴巴可以做到 亞洲和南美市場呢 就升一些 那麼這個其實是可以靠回 在阿里巴巴裡面 做一個定向推廣的時候 我主要比 亞洲和南美的市場 是高一些 那個比率呢 那麼它就會 好像一個自動按鈕 就會跟你 Amp for 這些客人來做推廣 那麼當然 歐美市場是不能忽略的 因為 歐美市場 都算是一些比較有錢的國家 它可以買回一些貴價的東西 因為我們其實 香港的供應商 香港的供應商 買的東西通常都會貴一點點 如果你要 增加你的競爭力 其實歐美市場是不可以忽略的 那麼總結來說 其實我參加阿里巴巴 就 未夠一年 就來一年 我去年十月才參加的 所以 由上年九月開始上課 上年到九月參加的 由九月開始上課 上完課之後 有些數據 而分析自己的關鍵詞 到現在 未夠一年 那就 發覺數據流量是大的 對公司形象是有幫助的 讓我可以知道 我要設定什麼關鍵詞 我要做什麼動作 例如參加採購節 我要拍影片 我要做直播 這些方式 來增加自己的曝光率 所以 希望 我公司 利用阿里巴巴這個平台 就可以 繼續成長 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跟線上的朋友說 先說線下的朋友 舉手 發問問題 我們現在有個Q&A session 如果線上的朋友 有什麼問題 請你在 chat box 你可以提問我們 我們會在這裏 在這個環節裏 去解答大家 這個 我幫你拿著 好 這裡的現場的朋友 有什麼問題想問 不如我先問 好嗎 因為我本身 我認識Patrick的時候 大概是一年前 我知道 他其實年輕好為 以前 爸爸那一代 就參加過阿里巴巴的 做了幾年的我們的供應商 之後 他剛才說 就是 到了 實體展為止 就停了阿里巴巴 沒用 就做實體展 後來 到Patrick再上場 即是 他回到公司 去創廠二代 你們看到那個名字 是 他又再做阿里巴巴 其實 我問 你有問題 其實 你現在 加多了一個人 做阿里巴巴 有什麼心得 或者竅門 實際很簡單 有沒有接過單 對吧 我先問清楚 有接過單 剛才我沒有聽你 分享 接單是有的 是 剛剛說過 為什麼會知道東南亞市場 對阿南這麼大的需求呢 因為發現 東南亞市場 發送過來的搜尋 都是問阿南 而問完之後 他會買的機會率都挺高的 因為我的轉化率 如果有搜尋 到真的成功 接單的百分比是高於平均同學 大概是10-15% 因為每個月不同 其實同行平均可能都是10%左右 但我是去到10-15% 所以你會發覺 因為我加入阿里巴巴之前 我都希望 我們公司其實最主要的產品都是Keypad 買門禁系統 買Keypad為主 但是我是沒有想到 東南亞市場對阿南的需求 比我想像中大 因為我希望大家都是多問Keypad 我再多買Keypad 這樣而已 因為阿南的市場 一向自己的公司都不是買得超級多 因為 本身都是買開歐美 或者是東南亞有幾個客人買開的 但是就會發覺 其實東南亞市場 賣阿南的需求 是有差不多的數量 嗯嗯嗯 除了東南亞之外 其他有些訂單 好像是在歐美? 加拿大? 還是在哪裡? 美國 美國圍著 因為美國有時候 美國人的想法 設計 跟歐洲人很不同 他喜歡大大舊 那麼剛好我們有一些大大舊的Keypad 可以等他 例如 放在那個 花園入屋的車窄 有一條蛤頸出來的 那些大大舊的Keypad 美國人很喜歡的 我們將這些產品放上去 都有幾個美國客人 是直接從我們下單 嗯嗯嗯 是通常 我再問 further 一點 是通常 你剛才說到 用 inquiry 進來 去接單位 多一點 還是 Inquiry 進來 Inquiry 進來 Inquiry 進來為主 Inquiry 進來為主 Inquiry 進來為主 Ready to ship 就 比率沒有那麼高 但是 Inquiry 進來的 通常都是會 真人來的 因為很多人會說 很多是假 inquiry 會有的 也會有的 但是比例 不算是太高 嗯嗯 你跟他 我們叫 我的客人說是搓球 就是跟他戀架 或者鬥 對 就是聊聊聊 甚至是 因為你自己本身 你ODM有自己品牌 是 有沒有說是有 有些客人叫你 你不如你打我的品牌 有 也有 會有些可能要求 Laser 了他的品牌 我們都可以的 算回錢而已 就是Customization 整個MOQ 跟他的角色 那他會接手 有些客人都會接手 OK 那麼 剛剛說到RFQ 那裡 你也很勤力去報的 是啊 因為其實 RFQ 他一個月 一開始好像只有30個 嗯 但是如果你越報得多 他的RFQ 會增加給你 我現在一個月 阿里巴巴給我的RFQ 是去到50個 嗯 所以一個月是有50次機會 等你去調轉找客 但是這個前提一定是要你是一個很活躍的供應 而且每個月都盡量用完所有RFQ 他才會再送多些給你 嗯 但是如果你不是一個活躍用戶 你本身 阿里巴巴給你 例如一個月只有30個 那你就只有30個 嗯 有沒有說 嗯 花了多少時間 我看見剛才呢 我怕會嚇到大家 他說每天工作是有三個部份的 但是那些客人就會說 嘶 這麼多時間花在阿里巴巴上面 行不行嗎 但是你大約其實 花 即是 回顧問也好 呃 呃 request for quotation也好 或者看一下關鍵詞也好 其實實際是 其實 其實 我大部份都是 電話或者iPad那裡回覆的 OK 因為那個東西我希望是 很即時來回覆的客人 那你說exactly是多少時間呢 我回答不了 嗯 因為有時候有些客人 我都 因為越回答得快 曝光率越高 我都希望是盡快回覆的 但是request for quotation rfq 那裡呢 我是 都花了一點時間下去的 可能 因為一天你報兩個才有機會報完50個 嗯 那可能我一天大概 我要找這些呢 我大概都要 一個小時左右 你當 一天我都會放一個小時的時間下去 嗯 有時候可能我會 rfq 有些可能你傳出去 他沒有回覆的 你看到他讀了 嗯 再聊一聊他 有沒有興趣 你慢慢問他 他會醒來 他醒來可能他會 你再放些catalog給他 他會有興趣的 他就會回覆你了 嗯嗯 但是如果你發覺 他也是以讀不回的 你知道其實可以不用再找他 嗯嗯嗯嗯嗯 嗯嗯 OK OK 我問完一段了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 有沒有 有沒有 或者 啊 你們會不會有什麼問題想問 沒有 OK 要給你一個咪 阿里有咪 OK 我比較想了解 但是你EMF可以怎樣去申請阿里巴巴 哦 真的問我了 我答你 其實EMF那裏就是 本身一間公司有80萬可以申請的 那你就 你當是 怎麼說呢 就是打個譬如 你做阿里巴巴 你 我們本身 我簡單點說一下我們的收費 是一個年費的形式 OK 還有如果你要extra廣告 剛才說的那些的定向推廣 我們叫做可能叫做P4P 外貿直通車P4P 那這種呢 你就可以on top在 我剛才說的 無論是年費 或者是我們叫廣告P4P的外貿直通車 那些都可以拿去申請的EMF 那裏每一次都可以去申請到一半 maximum是一半的補貼資助 所以那80萬呢 其實就是 比如你今次我用了五萬兩萬 每一次都可以申請一半 由那80萬去扣 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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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立即把廣告直通車還給 都可以的 同時有兩個項目 不過要按時間 你可以再了解一下跟客戶經理 因為我們P4P是按消耗的 一定要這樣 還有一個問題是 是我們做了廣告之後再申請 還是申請完之後才可以再開 看你想要的形式是什麼 因為例如你做阿里巴巴是不斷續約那種 一定是走實報實消形式的 一開始的話 你可以有一個首期撥款 詳情你可以問一下你的客戶經理 是不是我是你的客戶經理 應該不是 Bella OK 你可以問一下 你經驗請人與否 還去不去多一點 請了人之後 問一下單能夠不夠養那個 是吧 你這麼多事情做 你倆我總都停了 那你做單的事情 你好也是報 你半晚子他也報 當然那個員工不是 其實這個員工請回來 就不只是做阿里巴巴的事情 如果是這樣其實他的工作量都不夠 他會有其他事情做的 例如公司的poster 或者是有些promotion email 我也是會叫他負責 他不只是做阿里巴巴的 他加入了我這個團隊 因為我加入電商 除了阿里巴巴還有其他不同的platform 他也是要幫我來做不同的poster 不同的相片 來做這些事情 OK 多一個後續問題 請這個人會不會有什麼attribution 他英文或者玩慣電商 或者阿里巴巴會不會 不如你 你預期請人不如請我 我給他partime你 ZRD Charges 他玩慣我的系統他會快一點 我覺得 我覺得 要做的話 一定是要自己親力親為 如果你給了agent做 agent可能有很多間公司 那你覺得agent怎麼想? 你要反過來 在agent的角度來想 如果你要曝光率高 你自己一定是對那個行業最熟的 是不是? 你一定知道什麼關鍵詞 才是適合你的行業的 agent是不會明白的 agent是一個agent 你會白白浪費了些錢 如果我是這麼覺得 如果是要自己做 一定要自己親力親為 不能假授於人做不到的事情 反而想知道多一點 你說之前 美亞加入阿里巴巴之前做展覽 你做展覽的時候有沒有說 算是累積到一些經驗 之後 幫助之後加入阿里巴巴 可以明白自己的產品 可以有更多新的定位 因為我們的產品 本身我覺得算是專業級別的 不是說買一件產品 回去一件玩具 給小朋友玩 不是的 我們通常這些產品 我們本身的target 都是一些 installer 他是有這樣的知識 他才會買到這件產品 來裝備給客人 那你說 當然 其實那個 presentation 我在 online 和我在實體 其實可以說是一樣的 那當然 如果客人來到拿了實物 更加好 但是如果我變成 online 的認識之下 我會希望客人買一張 sample 是的 如果他買了一張 sample 他有一張東西在手上之下 我可以再解釋給他聽 有什麼功能 那你說那個經驗 其實是一個 presentation skills 如果你在實體 你說得明白給客人 你 online 一樣 也是說得明白給客人 另外 你好 Ruby Patrick 其實先說說我自己一個情況 其實我跟Patrick差不多 因為我也是一個廠二代 我們這間公司是大陸都有廠 以前都是一直做塑膠製品的衛育建材 而我所知 阿里巴巴最主要 最大多數的一個接單當 就是已經有 SKU上升 如果他們是有興趣 看到最直接的客戶選的產品 他們就下訂單 但是其實我想 現在我就想 可能Ruby 如果你有什麼案例可以分享 或者可以跟我分享 就是 因為我們公司是重資產的 有自己的內部的模具開發團隊 還有塑膠製品廠 有吹塑機、啤塑機 其實我們有的資產 可以接其他OEM的訂單 譬如所有的塑膠製品 但是因為我們未接到訂單 我們不可能先開這麼多模具 去上升上那麼多 SKU增加的補光量 有沒有可能 經過什麼途徑去接收OEM的訂單 而去開發其他不同的產品 就是有沒有案例 你直接問了 你有沒有回答到 這個是要看看客人的需要 就是我都會接到一些 例如剛剛說了 客人需要 Customize Logo 他要Laser 是 這個是 這個仍然可能是你這個行業的 可能你本身已經有的產品 可能Customize Logo 可能改顏色、Logo、外觀等 但因為我剛好強調就是 我們這間公司重資產在塑膠製品廠 因為塑膠製品我們有一個設備 可以做任何塑膠製品 始終是基於模具的開發 我想做到的就是會不會接到不同行業 或者是不同類型產品的OEM訂單 在阿里巴巴上面 我嘗試回答我 其實阿里巴巴是 剛才說過你要有一個網站 其實這個網站你的顯示器 你要清楚告訴所有人 其實你的表現是怎樣 你告訴別人你是在做什麼 你是在看什麼的賣家 你要很清晰地告訴在網站表明 另外我們本身要上一些產品 我會建議你會不會有些 一些很普通的產品的照片 甚至乎有些客人會有原料的照片 譬如有些客人會有化學物的 化學物是一些粉狀 一些條狀 一些液體 他們都會這樣展示出來 就是一個想法 你可以展示的時候 如果你有相關的產品的照片 又或者你專門去做一些 可能你模具 或者是 Anyway 你是有些照片可以展示出來 其實你就可以展示給別人 你在那個Description 你要說你是在找什麼類型的賣家 對 多數是這樣去做 甚至乎有些供應商 我自己有些供應商 就自己去做一些現成的產品 即是專門一點 再發展一點 做一些現成的產品 就是為了去拍照 我解不解讀你的問題 有些片子一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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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跟她的情況 其實也沒有一樣 好 我明白她的擔心 是同學來的 但我做一些是包裝 嗯嗯嗯 這位先生她的擔心就是 我沒有可能每天 整件 要上載 稍後再開放 我們也是這樣 就是我也是做索銷 我也是做索銷 我有一部機 我可以吹千千萬萬種東西出來 那我怎麼展示呢 不是 我沒有可能每天 今天做個600mm 明天做個700mm 或者601 602 做照片 是吧 這件事不合理 所以對於我們這些 其實我是叫做全OEM 全OEM 那我怎樣去讓客人看到 因為我之前遇到的一個情況 就是你們來到客人 他看到我有什麼 他就覺得我只是有什麼 他不會想 哦 你做到600mm出來 你可能就做到700 800 即他就沒有這樣 我想在關鍵詞上 無論照片是怎樣 其實照片是一個顯示 其實買家主要是透過關鍵詞去找你 剛才Patrick也說得很清楚 不是每天去上載 他就很勤力 他就很勤力 每天去找我 不是經常要每天去做這件事 只不過真的 我們那個 我想他的意思或我們的意思是 關鍵詞的覆蓋需要廣播一點 可能你剛才說到600mm 我們要700mm 你可以用800mm 這類型的有更多關鍵詞的選擇 就是當別人找到600mm的時候 找到你這件產品 800mm又找到這件產品 這樣形式 我們有個按鍵就比較方便 叫做發佈類似產品 那本身你已經有些產品進了去 其實改一個關鍵詞等等 就可以出到的 對了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做到Ready to ship 是的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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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ly 我很多客人遇到的情況 就是我沒有Ready to ship 你沒有有現貨你才做到Ready to ship 那其實整個 他可以 我們是可以有兩個選擇 讓你去選擇 去入產品而已 那你不就只是做Customization 我有很多客人 整個熱面都是Customization 入的所有產品都是Customization 沒有Ready to ship 好的 我有小事想補充 我呢 其實那個True View 你如果是做Customization 你可以拍一下你那些機器 Bear的樣子是怎樣 未必是Exactly 是客人那種指定產品 例如你剛剛說不同的尺寸 其實你是可以Show 我有一部塑膠機 但可以做到什麼 我覺得如果是一條影片 客人可能會容易明白 畫過做了一塊塑膠機 你要讓客人看到 我是有這樣的生產能力 我是可以做到不同形狀的東西 其實True View 視頻 可能是會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 應該是會做到 不是一件 指定的產品 那邊 我會做到 要有一個麥克風給他 不是每個人都看 我盡 可能我一會兒再解答問題 再問一個 然後到這位先生 好好好 好的 好 我們再談 好的 沒有問題 線上的朋友 你繼續問我 我現在收緊 我經常看電話 因為很多人在問的 你好 問題其實也有一些 延伸到剛才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 這個平台 主要吸引的客戶 是不是類似B to C 銷售模式 商業客戶是比較少呢? 還是比例會是怎樣? 其實客戶 以我遇到的客戶 都是公司類型的位置 因為如果你發佈的產品 可能是Ready to Ship 可能B to C的會多些 但是如果我發佈的是Customization 通常聯絡都是會有公司名字的人為主 就是訂單的壓力會多一點 因為其實可能很多外國的客人 去Installer為主 就是以我的經驗來說 Installer為主 其實那些 去買回來 其實都是一間保安公司 或者安裝公司 他需要這一類的產品 所以他才會來聯絡我 就很少說 可能是我行業的問題 就很少說一個客人 他會直接買一件產品 就是 我覺得會少一點 他可能 我的行業 都是會是 公司為主 B to B多點 主要是B to B B to C 通常 怎麼說呢? 剛才那個Ready to Ship也好 或者細單也好 通常我自己遇見一些 我的供應員 我的客人 他們那種的買家 為什麼會向他Ready to Ship 去買版 對 無論如何都要付錢 對 就叫他在那裡按張讚 直接付錢 對 這種就很多時候Ready to Ship的 但是這樣 對 好 不好意思 我多阻礙你一個 OK 有沒有試過給別人走數? 是不會走到數的 因為你 如果他收到貨 他強行說你批 不會一定要付錢 才會寄的 但是付錢也是在阿里巴巴那裡 收到你批貨之後 他強行說你批貨又怎樣怎樣 就是 有問題嗎? 就不敢確認收貨 整個Trade Assurance的程序是這樣的 我先說一說 流程就是 買家付錢 然後付錢 你出貨之前 他一定要全付 OK 然後你出貨之後 你就將你的物流提單 上來阿里巴巴 然後 當那件貨貨貨到 或者你的批貨貨到之後 其實你可以選擇叫買家 不如你按一按按鍵 說已經收到貨了 這是其中一個選擇 他做不做他的事 OK 或者你這樣 advise他 第二個做法就是 你不用叫他做 你不用按按鍵 其實他課到之後 大約十多天之後 你怎樣也可以在阿里巴巴後台 按按按鍵 拿錢去你按美元 如果他覺得 你這些貨有什麼問題 那怎樣做呢? 其實他 我們這些叫做貿易糾紛 我們和一般B2C平台不開名 B2C平台通常會立即投訴 然後不用通知你的 很多時候會立即投訴給客戶 你們好傷的 但我們中間如果要投訴的話 我們有個叫Trade Assurance 我們有個團隊 是專門負責去處理這些貿易糾紛的情況 必須我們會通知你 然後雙方提供證據 甚至我們會有機會叫買家 你要請公正行 是否真的查一些貿易的問題 等等等等 我們中間是會參與的 是的 我們希望大家是整件事可以投訴的 因為我們希望他如果真是 他是一個這麼有誠意的買家 無論是否投訴也好 他之後都可以再跟你合作 是不是 這樣的情況 我們Trade Assurance是這麼做的 我們希望大家有個方案 最終落到來 那好,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想問一下Patrick 如果你在東南亞亞洲收到研究 RFQ 那些 多不多來自日本或者韓國? 我的產品沒有什麼日本或者韓國 這個真的比較少 因為東南亞為主 例如印尼、馬爾代夫 那些 印尼、菲律賓等等 我的產品 要按照 可能不同產品的要求不同 因為有時候可能我也有報這些韓國 他可能想買紅外線探測器 他也有服務的 其實有時候可能都不見了 也不出奇 這些要看基因 我想問回你們 如果是其他的類型 亞洲 比如剛才說的那些市場 在韓國、日本 你們收到RFQ那邊多不多呢? 或者通常會這樣 我們有關RFQ的數據 其實我沒什麼實際的 因為它是不斷運動的 現在你按進去看 是50多萬RFQ正在問的 下一秒可能是58萬 如果不用RFQ去看 如果用一些交易 即是交易了那些數據 會不會看到一些地區的賺負呢? 我想如果再細分 你去到你的行業 那你就最好問回你的客戶經理 去寫一些報告給你看 好嗎? 那你會清晰一點 因為我們也會擺放行業 或者在關鍵詞 看回那個流量 和交易 甚至是你的行業 究竟的表現是多少 那我不如回到線上的問題 再想一下線下 你這裡就 我一直在臉色一點 那有個人在問 Anson 有一個 如何定價 避免競爭對手知道自己買什麼價錢? 這個很難 是不是很難回答呢? 哈哈 真的很難 其實那個價錢 很透明 因為你上到阿里巴巴那個網站 就算你現在上打 assess control keypad 其實所有的價錢 都是會禁止出來的 那你之前也有個客戶 因為我公司的東西買得貴的 因為尤其是金屬的keypad 例如補了RFQ 補給客戶 他通常第一件事 too expensive 那你會不會震撼呢? 我當然是不開心 其實我會解釋給他聽 為什麼這麼貴呢? 因為我的keypad 不是只用來開門 嗯 我有兩種 就是technically說 我裡面是有兩個output 有Alarm output 有Duras output 有不同的功能 就不是市面上那些 某品牌的牌子 只開門用的 我那些不是這樣 可能你要跟客人 如果他真的有興趣問你的時候 你再跟他解釋 為什麼你的產品是值這樣的價格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嗯 就是如果大家鬥價錢鬥便宜 我也看到一些supplier 他設定價錢是很貴的 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或者是一元美金 那其實 就算是客人看到 其實他也知道那個價格的 嗯 不過就希望客人要了解那件產品 知道那件產品有什麼功能 有什麼用處 然後體驗回它的價值 那麼客人覺得值這個價格 那麼他就會被罰了 嗯 好 第二條問題 你是manufacturer 如果他是一個manufacturer 就是製造商 那如何keep stock 去做一些小的order 小order呢 因為暫時來說 我們香港本身有一個倉的 但是因為其實ready to ship 我是很recommend 如果真的做ready to ship 最好大陸有一個倉 因為大陸的物流 是比香港方便很多的 這是真的 那麼我在大陸是有一個倉 我跟大陸的員工會說回 我要整個小warehouse 結合五隻十隻 每一隻產品五隻十隻 那就行了 那麼 他到時候真的有人下ready to ship 的 那麼下單了 我十五天之內就可以發貨 一定要有一個倉 國內的 我分享 我見過這麼多客人 通常物流在 即貨物在國內出貨 會比較 現在特別是方便一點 以及物流成本是便宜一點 那也是關於 有些人問物流 但我也不知道 我們有沒有什麼物流的支援部分 好像剛才有說過 剛才有說過的 大家記得的 會有一堆List 讓你選擇 那個不是你選擇 是客人可以選擇 客人可以選擇 我用Fatax 也好 Ditcher 也好 客人是可以選擇的 他會立即有個報價給他 是的 那就 差不多 有些人問 不如總結一下好嗎 這個的三 總結一下三部 三部步驟 我如果要轉型 這個的 由傳統的貿易轉型 去電商 或者是傳統的工廠轉型電商 你覺得現在要做什麼 或者這麼說 要認識自己的行業的關鍵詞 這個非常重要 是 第二件事就是 要勤力更新 因為我想再分享多一點點 阿里巴巴的系統裡面 如果這些產品沒有人看 它會自動下架的 我先說 180天內沒有人看 是的 180天內沒有人看 是會自動下架的 不是 你沒有人看 他也希望你更新 你更新再上架 你的關鍵詞不對 你的關鍵詞不對 180天 其實也沒有人打過你的關鍵詞 你的產品是有些問題 它會將你的產品下架 但是你要更新 可能加上一些影片 更新關鍵詞 這樣上架 它就會出現 好 未來你會請多些人 但是其實一個人都OK的 一開始 我看你做了一段時間 一至兩個人都OK的 有很多我分享一點 很多就是在國內 請一個工人 但是其實他絕對不會 只負責阿里巴巴 對不對 沒有可能請一個人 只是坐在那裡做阿里巴巴的那些事 其實一天很快做完而已 他本身可能是一個銷售 甚至是剛才他的美工 我們國內那些人叫美工 他負責一部份 甚至是有些 我自己的客人就會請代營運 代營運 代營運 就是剛才他提到的 代營運 但是看你的成效 有些人會請代營運 交給你們跟你們的客戶經理 去再談一談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我們結束了這裏 都可以繼續交流 交換一下卡片 這樣 好嗎? 再問一條問題 好 我想問一下費用那裏 剛才你說年費 是嗎? 譬如我現在想轉型 那我究竟 你做生意 做多些要給多些費用 是怎樣的? 阿里巴巴做了這麼多東西 所以我在想 如果不是年費很多 我又可能想試一下 但是我做很少生意 可能又不正確 是不是越多生意 可能那裏做幾十萬生意 交多些費用 給阿里巴巴一定是怎樣的? 其實錢是分兩邊的 一個是一個年費 就是給了一個項目 你可以上載這些產品 另外一個叫做外貿值通車 其實那個是一個你自己設定的金額 就是一個日費 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推廣計劃 例如是說 那個定向推廣 快速引流 關鍵詞推廣 有不同這些計劃 你可以設定回例如 我定向推廣 我要六十元一天的 那它一天就會扣六十元 那那個金額越高 你的曝光率是會越多的 因為其實它是計算 曝光是不用錢的 曝光那一刻才要錢的 是按點擊收費的 是不是就是 我在這個渠道做多些生意 正常我要給多些錢 阿里巴巴的呢? 我只是有一個 不是 不是 我可以說不是 我們不是計算你收費 做不做得多生意去計算的 因為我們不是B2C的平台 是的 我們不是要計算你的 就是在這裡拿到多少 GNV那種 不是 我們最主要的 B2C的計算 或者Package 你問回後經理也是 連費 加一些廣告 然後你如果真的 真的 去到那個 Transaction 即 Tray Assurance 或者是信用保障 那種 因為你真的用了銀行 那裡會有 Deed 的 很低的 1% 或者2% 便宜過你自己 開個網店 用PayPal 或者收信用卡 收個客戶 這樣 這樣 那大約 OK吧 大家 謝謝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有問題可以繼續 留下